支持国安南华,向外国势力书不,支持国安南华,支持国安南华 7月2日,香港各界称国安立法联合阵线的多名代表 来到位于中环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 地加早前在网上联署收集到的超过165万个香港市民签名 抗议美国等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龚俊龙 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周浩鼎,麦美娟,葛佩帆,郭伟强等出席活动 代表在领事馆门外高喊有国才有家,聚美国插手 即反对美国干预,漠视港人议员等口号 吴秋北表示,尤其是过去一年时间 美国一直干涉香港内部事务,支援香港暴动行为 美国拥有20部以上的国安法 却对香港国安法指手画脚,是极端无耻伪善的表现 我们也都在这里敦促美国收手 因为他的一路干预只能够显示他的无耻 也都是会令到他自取其辱的 在香港市民团结的意志底下 我们一定要排除各种的干预 他们所要搞的什么法案制裁 这些完全都是对香港没有任何的作用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质问 美国用国安法把自己打造的孤若金汤 但如今香港装个门锁都要被其指责 明显是双重标准 何俊尧呼吁美国不要再做一些 伤害中美两国之间友谊的事情 龚俊龙表示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力支持国安法的通过 我们是中国人香港人 是以不暴怨 今天来这里 也都希望美国回头是岸 不要做了伤害香港 伤害中美的工作 我们祖国为我们香港立这一条 港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例 是天经地义 与他美国人无关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 80几万人会员的深声 我们坚持支持 港区港务立法 重力牵制美国的霸权主意 在活动结束时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称 不会派人出来接受连署签名文件 在场代表们表示极度失望 并表示这是美国政府漠视民意的右翼表现 他们将签名及情愿信放在领事馆门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